好,我们继续讲Grandle 我们从Grandle的命令行开始 我们知道要执行一个命令行 首先你需要在环境变量里面进行配置 我们Grandle的运行环境来自于几个地方 第一是你自己手动下载Grandle 比如说我自己下载一个Grandle 放在这个目录下 然后我需要把这个Grandle的BAT这个目录 配置到我的Path里面 好,这里 Path我们看一下 对,配置到这个Path里面 这样子我才能够直接在命令行里面去运行它 当然除了你自己下载这个Grandle 还有一种是在Android Studio自己带有Grandle 所以说如果你能找到你的Android Studio的安装目录 那你可以把这个路径配到你的Path里面去 比如说这是我的Android Studio Android Studio有一个Grandle 目录下面有一个Grandle 2.4 你的有可能是2.3等等 然后这个B目录下面 然后同样的把这个路径配置过来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注意到 我们每个工程下面都有一个 这个Grandle W.BAT这么一个P处理 我们也可以执行它 好,我们这个路径下面 我们也可以执行它 好,也可以执行它 好,这Grandle它有哪些命令呢 首先一个Grandle Task 这个用这个命令 可以把我们现在这个工程里面 所有的可以执行的这个任务都列出来 回车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里如果是说你在这Grandle里面有很多的配置 它有可能这个任务是不一样的 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看 这个Build.Task只有这么几个 如果是说我这个Grandle是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我把这个烤过来 烤到这儿 它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再列一下这个任务 好,我们兴起一个命令 好,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比如说这个Build.Task 我们原来的Build.Task就只有 这个Assemble Debug和Release等等 那看我们这里除了这个Debug Release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任务 对吧 这些任务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这里面写的Build.Type 或者是Product.Flavers 这些来决定了它的编译的任务 你可以指定编某个版本的某一个配置 好,我们先还原 最简单的 好,我们有了这些任务之后 那通常如果是说最简单的方法 你是直接用GrandleBuild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你可以编译所有的你的任务 都会给你编译一遍 好,刚刚我们是用的GrandleBuild 它是编译所有的 那我可以指定值编译 比如说 Debug 那我这样子编出来包只有Debug的 同样的我可以编Release 那么我的编出来包就只有Release的 我之前编的包 你看 在这个位置 AppBuild的下面 Output 好,我现在要把这些清掉 我们可以调用Grandle的Clean命令 好,这就清掉了 就Debug的文件就没有了 那我们指定编一个 比较 比较 感谢观看 好我们看一下编译结果 在output下面 upk下面 这只编译了我们的debug的版本 那除了你打开在这个工程目录下 打开命令行之外 Android Studio也提供了这个share命令 给share环境 在这里 点击这个terminal 它有一个share环境 同样的你也可以在这里面去 做一些编译 编译ground 这是它的一个命令行的一些用法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可以用ground task 把当前所有可以使用的task列出来 好 我们接下来讲这个 我们的主要内容 编译任务 我们先看这个最基本的编译 之前也提过基本的编译 首先 我们先看我们的一个项目组成 是有一个app的application 它是可以编成app的 可以运行的 然后有一个cool的工程 于是乎我们就在setting里面可以写上 第一个是app 第二个是library 前面说过 这个library 这个library是一个目录下面的 所以说它前面加了一个目录的名称 有了setting之后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build grand 一般都这样写 正常情况下 不用去添加太多的东西 然后重点是这个grand 对一个简单的一个安卓工程 最简单的几个模块 你必须要有 第一 声明当前这个工程的性质 是application的还是library的 第二 你指定当前的版本 你的编译环境和编译的版本是什么 指定这两个 理论上有这两个 你就可以做一个编译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呢 当然如果是说你这个工程比较复杂 会引入其他的一些库 那你需要一个依赖关系 对吧 比如说我这个工程 它支持的有support v7 要是不是v4包都要在你这里面 于是乎我就有这两个complement 对 然后 这里要提到的是 我们这个library 虽然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但它并没有和这个apps 我们这个app形成一个依赖关系 我们在后面 我们会讲到 怎么把这个的库的内容 引入到这个app中 现在先让大家看到 最基本的这几个点 然后我们慢慢的对这几个架构来进行扩展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模块 安卓这个模块 对它进行一个扩展 我们会一点一点讲到它的一些功能 所以大家对这个grando 不要觉得它很复杂 它其实最简单的用法 就是说写一些配置 你需要知道的是在哪些模块下 有哪些配置 能够帮助你玩的什么样的功能 达到一个基本使用的一个目的 啊 谢谢大家